高舉旗幟 呼喊著拒絕再退讓 拒絕被壓迫 我們要自決 要自立等口號 十二日在臺北市舉辦了 臺灣第一民族黨成立大會 成為正式的政治組織 跳透藍綠的政治色彩 要彰顯原住民族主體性 未來將以原住民族組織政黨參政為主體 要為原住民族人發聲 臺灣第一民族黨成立 除了政治界人士到場 多位學者與宗教人士也一同參與 期盼藉由臺灣第一民族黨的平臺 凝聚原住民族人的相信力 有做陳述 很多時候呢 他們可能會把我們當作理所當然 那這個是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希望說有沒有 我們自己的自主的聲音 目前臺灣第一民族黨員 將近有五十位 未來將陸續招募 而在成立大會中 也選出了首位的黨主席 由邵族的石慶龍擔任 未來將帶領著臺灣第一民族黨 關注原住民族相關議題 接著我們主要拉路台北市採訪報導 處理好